春暖花开 竹山镇指南宫停车场的杨红风陵墓 近日大爆发 许多民众到庙参拜前 第一眼就被大片的花海眉景雪吸盈 纷纷拿起手机拍照 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 美不生修 让民众直呼赞 现在带您来看看 一大片粉嫩的杨红风陵墓 仿佛置身花都眉景 这里是南投指南宫 从春节开始 就有不少民众前来参拜 但是在停车场的时候 您有发现吗 不少信众纷纷拿起手机拍照 原来是因为春节天气太好 杨红风陵墓大爆发盛开 这一开就开了20多颗 还蛮棒的啊 就很好拍 第一次看到开 对而且开得这么灿烂 第一次看到 很舒服啊 很漂亮啊 对啊 而且跟樱花的感觉不太一样 但是一样非常的灿烂 非常漂亮 很棒 一欣赏花吧 大家高兴 就好像刚开始 很多人一直以为 这是日本的风景 所以我们也非常快点 在我们庭座场这边 来观赏我们的红棉木的画 粉嫩的花朵高挂在树上 烧来春天的信息 在蓝天白云的映证之下 美不胜受 让人有身处在樱花季的错觉 但只稀一瞧 这些竟然是阳红风陵墓 刚开始种了大概一百多棵 这个红阳墓 现在盛开了有大概二十几棵 非常漂亮 但这花期非常长 可以一直从年底 一直延续到大概千名节 就觉得前后都会开 那目前最盛开就是在过两个时间 那很多游客来 都第一点就是来看我们这个红阳墓 都会在那边拍照 参拜的信众忍不住发出震态 像是来到日本 一边拜拜一边赏花 真是意外的收获 阳红风陵墓凑成圆轮的花球 模样简直是美呆了 想要欣赏这片美景的泥 千万要把握这顺下十几天的赏花期